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Angela Hello 今天好漂亮 今天扮仙子 是否想著日晚也是用這個造型 晚上不是 我今晚真的有一個 Halloween Party 因為我剛剛搬屋 我覺得今天這套衣服好像雅典希臘的女神 我加了一條繩子 很有空地道港智學堂的感覺 今晚會變回Barbie 因為我們會送一個Halloween Party 主題是Barbie和Ken 你哪個是Ken Ken是我哪個 我每一個人都可以是Ken和Barbie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Barbie呢 其實我不是喜歡過公仔 我是今年看了這部電影三次 我覺得很瘋狂 因為我沒有試過在戲院看三次一部電影 但我很喜歡它 因為它很humanist 以及很existent 它建立了一些性別定型的東西 後來它又重隔 告訴你成為一個人是怎樣 我覺得很棒 你剛剛問我的問題 我也覺得很棒 就是Ken是誰 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是Ken 每一個人都可以是Ken 對 每一個人都可以是Ken 而Ken也不一定要在Barbie以後存在 對 說得不太好 什麼 怎麼搬搭 當然不是 搬小 我也想搬大一點 搬小了 但也不錯 有一個自己的私人空間 是甚麼風格的 裡面的裝飾 是很多Vintage東西 還有 剛剛去完日本買了大量的玩具 所以整個屋都是玩具和扭蛋 搬屋是否對自己今年的生日禮物 又不是 對呀 純粹是換一個環境 因為之前也住了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然後經常乘車很不方便 但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下街 即是很出街的人 所以現在就去回市區 還有我心裡有很多朋友都住在那區 所以就很開心 趁樓家 即是入市 入市 賣樓 這些不太適合我 對呀 但是 暫時沒有這個想法 剛剛過了生日 怎樣過 剛剛 我覺得這兩年的生日都很有意義 因為去年剛好是電影自己開幕 大陸未曾上映 今年我剛剛去東京 其實也是去了一個東京的電影節 就有另外一套電影會上映 就叫做《彈怨人長狗》 我裡面雖然做一個很小的角色 但是我也很開心 我特意自己付費地去了東京 我覺得很有意義 因為每一年生日都希望有一些事情發生 而且我覺得是演員心 但是你每一年都會怕 未來會不會有些東西出呢 會不會還有東西可以跟觀眾見面 我覺得因為連續兩年發生 就很想這件事繼續延續 那你有沒有在東京電影節撞到的位子 因為你又去了 沒有呀 我想時間不同 但是我想說我剛剛生日 我朋友就幫我慶祝生日 我去了看馬鈴鐺飛機的表演 但是不是同一天 我看不到位子 不是同一天 但是後來見到很開心 看到他又去很開心 因為這隊樂隊是我大學的時候 已經很喜歡 他以前是很少人的 就是站位 在一些很小的場地做 現在真的是掘沙嗑 所以很感動 那你之前是不是去金馬場的宣傳片 也沒有理由不去 是啊 很榮幸 是呀 Angel在後面 我很記得那天 即是我經理人 我記得那天看著一些大人物在我的前面 我們那時候在等著拍 那就是金馬場的宣傳片 好 放下一點 然後都知道是一個電堂的 還有演員夢想的一個電堂的位置 然後其實他有很多人可以feature 我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成為一部份 然後燈打得很漂亮 很有電影感 然後我拿著一杯珍珠奶茶 在等位的時候 真的眼淚淚了 好無患 好無患 你不知道哪個男手才看到我 劉俊謙 哈哈 而且我覺得更開心是 除了我之外 還有兩個香港演員feature 就是劉俊謙和柯偉林 我覺得有一個意義在這裡 就是我們可以帶我們的作品離開香港 甚至到跨地區的觀眾見面 我覺得是很棒 他們兩個都很搞笑 你招不招架得住 劉俊謙都真的挺搞笑的 偉林 我反而跟他經常談一些很認真的事 經驗了嗎 他介紹了一本書給我 然後我又介紹了一本書給他 我們現在就交換讀感 對 上次 就是楊文那件事 就是說演員就不會有宿舍 那大家已經覺得是 你又怎樣看這件事 我也覺得應該是我的 但是 我覺得是一個小小的誤會 因為我沒有去到手影禮 但是其實那時候 我看到一些報道也有說 我去了台灣打球 其實我不是去台灣打球 我當時是去了台灣的 Sundance的電影節的活動 其實當地的媒體也有報道 但是 如果時間去好 一定會配合所有的宣傳出席 我覺得是一個小小的事件 但是其實現在都過了一段落 因為我看到Charlie 其實他之後的帖子也有截圖 還有我都有重複 所以其實 是否私下都有圖 就是想要看 聽過 有沒有 又沒有直接聽過 但看完報道 有沒有一點點不開心 有 就是因為 經理人應該有溝通 但是我自己就沒有 但是我們IG也有 就是有溝通 對 有溝通 但是看完報道 有沒有下一條 就是突然為什麼會說到自己這樣 有沒有下一條 我想 我也很理解 很理解 好 我們也很理解 好 完 好 好 Hello Jayton 你好 Hello 你好 最近是否做很多school tour 我們最近就是 好像 假日假日就做school tour 是 都忙 但是最近就把聲 那個情況就有點不舒服 因為 就是那些氣管有一點敏感 但是我盡量 可以唱到就去見到他們 因為真的 我見到他們的學生 他們是很熱情 所以我是很喜歡做school tour 是的 就是自己都很喜歡 我喜歡 因為他們玩得很瘋 而且是很開心的氣氛 是的 是否令你想起以前上學的時候讀書 也有的 反而我不知道 可能那時候讀書的時候 我都有表演的 但是可能還沒有做歌手 那時候在台下的人都沒有那麼高興 是 你以前比較害羞 我其實現在也很害羞 哈哈 但會不會有很多學生會他們的事愛 沒有事愛 沒有 我經常都覺得 不知道 很多人會問 有否做歌手 很多女生會 DM 其實我還沒收到那些DM 其實我還沒收到那些DM 是想收到 沒有人DM 我不是說想不收到 但是我說沒有 就是 你一樣 可能比較內斂 你的粉絲 可能因為我自己很內斂 可能我的粉絲 或者喜歡我的人 都是比較內斂 但OK的 我接受 那你收過最甜蜜的事愛 粉絲對你的事愛是怎樣的 事愛 Message Message 其實有很多 我覺得最感動的是 他們真的有聽我的歌 因為我知道 我自己不是走偶像路線 我不是英俊還是什麼 但是我真的做音樂 就是希望寫得好的歌 而他們真的有時候寫了一首歌 他們很有共鳴 或者他們聽完 他們真的有感情 所以我覺得主要是 他們發訊息給我的時候 其實說 你這首歌真的令我 get through these tough times 或者不開心的時候 其實這件事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但是不會人家一群俊男人會令你很尷尬 我不會的 因為我不相信 哈哈 別人都賺到 你這些恭維的說話 難道說別人很醜 不會的 所以別人說 哎呀 俊男人 我說謝謝 但是我不是很純的 你早就在找物名師拍MV 他臉都很紅 他臉都很漂亮 因為我們在拍攝 他的角色就是要這樣 因為我是演他的男朋友 他跟男朋友的感情 就是要盡量流露真的感情 你自己很害羞 是不是 是的 我都覺得自己很害羞 那你們也有這次 我最怕是拍BD的 我是這麼多年 拍了這麼多次MV 和這麼多很出色的女角色 或者 是的 但我自己每一次拍都是 我需要一點時間 我不是一來就可以擁抱 一來就疼 因為我的人不是那麼隨便 我覺得 很害羞 比較害羞 要怎樣去熱鬧呢 去熱鬧呢 我拍了很多次 因為我以為 我們擁抱而已 擁抱 可能為了三個照片搞定 我拍了不知十幾次 其實我有點害羞 我希望Louisa不要介意 我不希望她不會覺得 J-Fung是否特意NG 要多抱抱一次 因為我不是這樣的人 但她有沒有鼓勵你 她有 她鼓勵我 她說自然點 自然點 後來我就 你姐姐跑過 我跟她說我已經很自然 導演說你也不夠自然 拍了也挺好遲 你會不會一直有 好像女朋友的背後有陰影 在監視著你 沒有女朋友 她都很信任我 所以任何人都沒事的 如果真的叫你獻出螢幕初吻 那你不需要 螢幕初吻有 已經很多次了 要拍攝 拍攝也有的 但我第一次就會替你一半拿 她也知道是工作的 她也不太介意 你接受到甚麼尺度 其實已經很厲害了 已經很厲害了 對我來說是太多 所以 對 就是現在 滾床那些 你不可以的 首先我這樣導演也不會找我拍這些 我不像 你說完就有 我不像我拍這些 會是很出色的 對 對 對 如果找我 我也會拍的 讓我先練好腹肌 讓我拍攝 你看到Louisa的感覺是怎樣 因為之前沒有合作 有沒有接觸 超舒服 跟Louisa真的舒服 甚麼舒服 我覺得她 哪舒服 你這樣問 當然舒服 因為她很友善 但我覺得是 因為我之前 曾經我們是同宿廊的 整頭髮都同宿廊 第一次合作 我沒想到她的人 是這麼 DOWN TO EARTH 真的很容易聊天 而且 她很肯遷就別人 她遷就我 因為她知道我拍這些 親密的電影不是很厲害 所以她都沒有投訴過 有沒有取信 我有取信 我給你 因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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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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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K 謝謝 ∂ gam 好 謝謝 aug 5 5 6 6 6 9 7 6 7 我來看 謝謝 好 要站啊 來了來了 好 往後中間 好 麻煩這邊 中間 中間 好 轉一轉三 好 三位 這邊 三位齊 這邊 看得下去 Angela Anshera 這邊全部沒有 這邊全部沒有 給一次機會 先去這邊 再一次 這邊還未有 可以了 心心的 拍完美 再拍完美 OK了 可以了 你也不懂得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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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